好,那順便講一下,因為很多同學會問,我上課的參考用書是用哪一本 其實,因為我上個學期用的上課用書是這一本 所以這個範例的話,基本上是從這一本書裡面把它拿出來 但是不完全照這本書來上,我會用我自己的方式來做解答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對Enjoy這個程式開發有多一點了解的話,可以看這本書 那這本書現在賣的還蠻不錯的 那我這學期,另外還有開一個進階的課程 那我又用這一本書,這個黃冰華,這位老師他寫的書 另外呢,我們後面如果講的差不多之後的話,我會再把我們認證的題目再抓出來講 但是呢,講的方式呢,不會跟那個解那個,為了針對考試 解的方式又不太一樣 因為為了考試的話,就是告訴你考試就是這樣子 你就是這樣做就有分 但是實際上那種方式只是為了針對考試去準備的 那有些細節你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會用上面這兩本書來補充就是認證考試裡面的不足 不然的話,很多同學呢,實際上都是一知半解 不知道為什麼,做出來 要不然的話就是把那個 一般的書籍,就是一般書裡面的sample拿來 就是複製貼上,但是貼上之後的話 那產生很多問題,也不知道為什麼 OK,大概說一下 那其他當然相關書籍呢,我也用的蠻多的 像有些像這本,這個範例蠻多的 那我有時候也會從這裡面挑一些範例來看 那也就是說,其實我手邊有的Android書籍應該超過十本 那我每一本呢,都會做一個比較 那為什麼這個作者他會這樣寫 那這種寫法的話呢,有沒有比較更簡單的寫法 所以喔,給各位的東西都是已經是經過消化吸收 不然的話,你們自己再去看那些書 其實你會發現,哇真的,有時候會看著一個頭兩個大 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這樣寫 那這邊的話,提供給各位喔,當成參考 OK,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要修改它的外觀 外觀的部分的話 那我已經把這個畫面喔 你們在那個最後完成的畫面 裡面會有一個就是 修改Reservue介面的這個外觀 那我的外觀呢,要怎麼做 它才可以修改 因為呢,如果我剛剛呢,用的是什麼呢 用的是這種方式喔 就是真的Entries這裡面的方式 雖然很快 可是呢,你的外觀就只能用它固定的外觀 就長這樣子而已 你沒有辦法去修改 目前我看起來好像沒有辦法去修改裡面的這個外觀 那如果說你要修改外觀怎麼做 這邊的話呢,首先喔,第一個 你的撰寫程式的方式呢,就不能夠 就可能你這個地方的Entries 這個屬性標籤喔,要把它空下來 空下來,先把它Delete掉 裡面的話呢,就Entries裡面 然後就… 然後就…